這個叫做網路上語言使用的狀態報告 是一個Whose Knowledge 它其實是我們G0V2020年的講者 他們很關注科技的去殖民化 還有一些女性主義相關的東西 那這邊都是這樣 所以歡迎閱讀有史以來 第一份網路上語言使用的狀態報告 那大家會以為不是程式語言 而是全世界大概有7000多種語言 但是網路上可能只有400種 然後這400種裡面全世界可能大概80% 90%的人 其實只用10種語言上網 就是上網的使用 那這10種語言裡面大部分都是歐洲殖民者的語言 所以變成網路上很多的全球南方的使用者 他們在用殖民他們的人的語言 去閱讀殖民者製造的知識 那它裡面就有問一個是說 我看一下 先說 所以這份報告就被翻譯成了失中語言版本 而且為了想要照顧到 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試字 所以每個語言版本都還有錄製 就是朗讀的版本 然後希望可以讓 這樣子的報告可以讓更多人知道 然後它也是開源的 所以如果有人想把它翻譯成台語或客語的版本的話 也都可以 那我很喜歡這段話 它是說 你是用什麼語言做夢思考 然後這個語言有沒有辦法在數位空間裡面 完整分享與溝通 像我自己我台語很爛 但我那天光是要在Facebook上 然後試圖用台語證字寫出一個非常簡單的台語對話 我都寫不太出來 也不太知道怎麼查 然後後來是愛達意的那個列子有幫我去訂正 所以其實大家日常中文中使用的語言 到底有多少可以在網路上被使用呢 那這份報告裡面還有提到是 有些語言它甚至不是只有書寫文字的 或是像有一個原住民語言 他們在口說的時候一樣搭配手勢 才會 就會意思會不一樣 所以他們就想要去申請 Emoji的符號 想要說這樣我就可以打字的時候 配合那個Emoji 去把對話中的手勢加進來 但是這個東西就沒有被通過 所以它沒有辦法有Emoji 或者是不同的語言的介面 就是你稱之間有那個介面 或是某個語言它只是想要 在YouTube上可以標註說是這個語言 可是它沒有辦法 所以它就要隨便找一個世界上的語言說 標註它才有辦法開CC字幕 或是大家可能會以為這個問題是 就是某些原住民族 人口很少只有20萬人 所以科技做科技的人就沒有想到他們 可是斯里蘭卡的官方語言 深切羅語有2000萬的使用者 但他們卻沒有自己的鍵盤 然後非洲一個很 也是有幾千萬使用者的語言 Twitter好像三四年前才去承認它是一個語言 而不會去顯示說這個是法文 或者是越南文之類的 所以連幾千萬個人使用的語言 在網路上的存在都這麼低的狀況下 有什麼可以大家一起來改善的 或者是 呃 尤其是當大家會量種語言的時候 會殖民者語言或是歐洲語言的這些人 他們就會更傾向用歐洲語言去找知識 因為可以找到東西更多 然後因為他們想要書寫卻影響更多人 他們就會用那個語言 但導致就是變成說他們原本的 主義的使用者 例如LGBTQ的族群就找不到 呃 比較好的 就是不會讓他說 呃 譴責他的那個 所以呢 最後你能做什麼 那這邊有分了不同的人 所以一是你在科技界 就是你去承認公司的政策 或是思考你做的科技 能不能支持多元的語言環境 在台灣的話 也就是不是只有我們講的華語 還有原住民的語言 台語 客語或是東南亞的語言 以及你在做的NLP或是自動化語言科技 會不會去加強這個網路上語言的不平等 然後你有沒有辦法跟在地的社群合作 去讓你的語言資源更好 那 那若你身在就是自由開源科技跟開放知識圈 可能需要再去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自由開源的科技 也有請權力不平衡的限制 舉例來說 舉例來說像這份報告大部分的內容是 開放授權的 但有一部分是因為原住民族 產出了知識 他們是集體的 以及他們以前被剝削的太多了 所以開源這樣就 你不用問他們就可以直接拿走 對他們來說就可能會是一個不平等 所以就是分享給大家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更多討論 可以在設計科技的時候想到不同語言的問題 謝謝